甲车跟乙车个别用10跟4米每秒的速率在同一个车道中同向前进 如果甲车的驾驶员在离乙车后方距离低处发现乙车 立即踩刹车而使其获得-2米每秒平方的等加速度 为了让两车不致相撞 则低的距离应该至少要大于多少 我们把图画出来 甲跟乙之间的距离来 甲跟乙之间的距离如果是低的时候 一开始甲乙的速度分别是10跟4 距离是低的时候我踩刹车让它产生这个加速度而做减速 那问说低至少要多少我才不会相撞 你想想看什么叫做不相撞的条件 我甲车等下会越来越慢 从10变成9、8、7、6、5、4、3 最后停止 那你看甲车速度越来越慢的时候 我问你如果甲车速度减速到4跟乙车一模一样的时候 减速到4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撞到它 那等一下有没有机会撞到它 是不是完全没有 因为待会我速度就会变成3嘛 就会变成2就永远撞不到 所以我不想要相撞的条件的话中文叫做说 甲车减速到跟乙车一样之前我不可以撞到它 那如果物理我们要计算的话我们会这样写 甲减速到跟乙相同之前 甲的位置坐标是不可以超过乙车的 这位置坐标什么意思 我们用这个图来看看 如果我这样甲车减速 当我的甲车减速到跟乙车一模一样的时候 然后甲的坐标还在乙的后面 我甲车取原本的位置叫做原点 甲的坐标还在乙的后面 那这样撞不撞得到 当然撞不到 等一下我就减速了 那如果说我减速到跟乙车刚刚好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们两个恰好位置在前后方刚刚好碰到而已 这个有没有撞到 这是临界条件 这是临界条件 那最后一个呢 如果我减速到甲的速度跟乙车速度一样的时候 我甲的位置坐标却在乙的前面 那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是在同一个车道 而且都一起往前走 结果甲竟然穿越了乙跑到前面 那代表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我甲早就撞到乙了 可以吧 你要先从分析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们的条件就这样看 我先讨论说甲减速到乙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那我的位置不可以超过它来做处理的话 来第一步 我们求甲减速到跟乙 速度相同的时候的所经过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来带等加速度运动 墨速 墨速等于初速加at 甲的墨速我希望减速到4 我一开始速度是10 加速度是-2 到底经过了几秒 经过了几秒 这个时间算出来 是不是经过3秒 对吧 所以从这张图开始计时 当我第三秒的那个瞬间 我希望甲的坐标不要超过乙的坐标 那就不会去相撞了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来处理什么 第三秒的时候 甲的坐标应该小于乙的坐标 这样才不会相撞 那数学式当然就是 甲的位置坐标 我希望它小于乙的位置坐标 那通常这个等于的时候 就是恰好碰到的这个瞬间 我们也把它当作不相撞了 所以数学式是 甲的位置坐标 要小于或等于乙的位置坐标 那这样就可以来处理了 甲我有初速 经过了一段时间 有加速度 跑多远 是不是位移等于什么 初速乘时间 再加1分2的at平方 经过3秒 这是甲的位置坐标 应该小于乙的位置坐标 那乙的坐标呢 我刚才跟你讲说 我们取这里当作圆点 那乙的位置坐标 本来就在低的距离了 我又跑了一段距离 所以乙的坐标 原本就在低了 我又多跑了多少 速度一直都是4 跑了3秒 所以又多跑了12公尺 那这样你数学上去计算一下 你就可以算出 这个低原来要大于等于9公尺 我才不会相撞 这是我们所要的结果 那最后再跟你补充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问题是追赶问题 追赶问题我根本就 之前跟你讲说 你不用特别用等加速度运动算 用凸解最快嘛 对不对 凸解算出来会有什么结果 我的假设是绿色的 从10减速到4 那这个过程减速了 速度减少了6加速度是2的话 应该花3秒的时间来减速 这个过程 假车走梯形面积 乙车速度一直都是4走矩形面积 所以这个过程呢 假车会追上乙车这块蓝色三角形的面积 多少 6 3 1 2分之1底层高 假车会追上乙车9公尺 所以代表我开始刹车 一直到我追上的这个瞬间 我们两者之间距离 开始刹车的瞬间 两者之间的距离 最好要大于等于9 因为我会撞上 如果小于9的话 我会撞上去 要记得 追赶问题用图解 其实是会比较快的 那只是在这边 我们练习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但是啊